先准备两个洗净的胡萝卜 用刮板刮成细丝 加入适量的盐 搅拌均匀 腌上10分钟 使胡萝卜湿变软 看一下胡萝卜湿已经变软了 将多余的水分给它挤出来 撒过水的胡萝卜 吃着有嚼劲 先淋上一些食用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一步是防止胡萝卜湿凝结成块 再分次加入玉米淀粉 每加一次都要搅拌均匀 让每一根胡萝卜湿都能裹上淀粉 家里没有淀粉的话 也可以加面粉哦 像这样就可以了 凉水上锅铺在笼布上 摊得薄厚均匀一些 开大火烧开 蒸上6分钟 趁这会儿调个料汁 准备几个大蒜拍一下 再切成蒜末 放到碗里 加入一些白芝麻 少许的食用盐 倒上烧好的热油 把大蒜榨出香味以后 搅拌均匀 倒上一把切好的葱花 来一点生抽 少许的香油 一勺的辣椒油 再次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时间到之后关火 直接打开锅盖 哇 好有食欲啊 稍微凉一份 倒在大盆里 用筷子给它抖散 可以看到很轻松 就散开了 一点也不沾 倒上调好的料汁 充分的搅拌均匀 已经闻到香味了 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这道简单的蒸胡萝卜身 就这样做好了 吃起来柔软筋道 越搅越香 两块钱就做了一大盘 多吃一些胡萝卜 可以补干明目 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 我们明天见